我看了我觉得好像在看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看着一群年轻人的成长 当然另外我又看到好像新加坡的成长 我看到新加坡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发展 这种过程其实蛮感人的 一边在看着有什么是我们争取到的东西 有什么是我们又失去的东西 又看到很多我们希望的要有的未来 但是也看到我们面对未来的一种无助 但又有一些一丝丝的那种希望 所以那个感觉是蛮复杂的 其实看完我真的觉得学生应该多看 我想很多时候这些故事是很重要 原来有一种激励 他甚至会让这些有梦想的学生 会觉得其实他们并不孤单 我觉得这个故事最后告诉你 做梦并不表示说你一个人在做梦 很多人跟你在做不同的梦 大家一起做 就是说梦并不孤单 我觉得这个故事最后就是说梦并不孤单